去年二月我國開放日本核實進口 只要屬今年首度驗出含輻射日本食品 檢出含色137的產品 來自日本愛知縣的月節萃取物 輻射量15.7倍克 是依照我國輻射殘留標準 色134跟137總和 乳製品跟嬰兒食品都是50倍克 飲料跟包裝水10倍克 其他食品100倍克 卻沒有違規 但像這樣含微量輻射 卻沒有超出我國檢驗標準的 去年竟然已經有12批進入台灣 一時警告 這不代表對人體沒有影響 它結構就跟甲離子一樣 用一層基在我們的內臟組織 還有肌肉組織 然後長久化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依照立法院的指示 就是會去做所謂的道德勸說 目前都還是維持逐批檢驗 道德勸說完以後 我們不會去特別統計 它有沒有輸入 除此之外 日前驗出好事多的 油字摩佐羅拉甘洛 含有一級致癌物 還養一萬 食藥署公布最新的回收情形 截至十一號累計回收 一百三十八點六零二公斤 另外追查好事多 曾經輸入同款產品 有一批仍然在校期內 抽檢出還養一萬 這批累計進口九百一十三點九二公斤 庫存還有一百五十六點四公斤 依法要求下架回收作業 但其他都已經售出 七十類的產品 我們已經從一般搓批 提升為加強搓批 搓運比例會從二到十趴 提高到二十到五十趴 好事多 繼A肝 沒果之後再度出包 業者賠償辦法 引發消息會質疑 呼籲政府介入 保障民眾的食品安全 跟補償權益 記者黃天耀 王一仲 台北報導